或许很好奇这个李洛美跟杨世絮他们获奖的这个作品是什么 他们报道的是大陆自由摄影师卢广 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用相机记录了中国的污染问题 2009年他因此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尤金什么是人道主义摄影奖 这也是史上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中国人 中国的污染40张照片 卢广拿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是第一个得奖的中国人 他花了超过五年并且还在持续关注中国的环保问题 可不止按按快门这么容易 抓了跑跑了又继续拍 因为污染致癌的农民让卢广必须坚持下去 离癌的妇人还有丈夫因癌症去世 留下的寡妇与姨父子 我可爱你啊 农村的高离癌率 原因指向工厂排放废水 污染河川与地下水 中国平经济进出GDP 有多少是拿生态做筹码 干净安全的环境 不应是最难靠近的奢求 我们下期再见